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9月16号星期一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文威廉 前总统川普周日在佛州西宗旅滩高尔夫球场 遭遇疑似暗杀未遂的事件 联邦调查局表示 随着调查深入进行证明嫌犯 是来自于夏威夷58岁的劳斯 而今天被控犯有联邦枪支罪 检察官寻求大陪审团的起诉 可能会提出更严重的刑事指控 事发在周日下午一时许 川普当时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执法部门表示 枪手当时藏身在高尔夫球场边界附近的灌木丛林 距离川普约360至450米 负责保护川普的特勤局人员向劳斯开了四枪 他之后坐车逃离现场 事件中无人受伤 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AK-47步枪 两个背包 以及一个有射录功能的运动相机等物品 劳斯周一在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首次出庭 被控两项与枪械相关的罪名 包括作为被定罪罪犯持有枪械 以及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械 若然两项罪名成立 劳斯可能面临最高15年及5年的监禁 当局不排除他会面临更多控罪 德州休士顿郊区周一发生了天然气管道爆炸 火柱直喷半空 有草地及电线杆被烧毁 附近的居民被迫撤离 而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事发于周一上午9点55分左右 地点位于休士顿西南约25英里的拉波特 现场画面可见 火灾附近的一个公园已被毁坏 消防队员向邻近的房屋浇水 并有几间房屋着火 浓烟从屋顶冒出 附近还有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多家企业 拉波特市秘书长伍德沃德表示 他们还不知道管道中的物质或如何关闭管道 官员已下令火灾附近的居民撤离 他也呼吁民众遵循执法部门的指示 当局将尽快提供更多细节 据悉 火场附近有多条电线 根据PowerRage网站 期货所在的哈里斯县有近4700名客户电力供应中断 CenterPoint Energy目前正对火灾进行监测 并与第一响应者合作 并指火灾与公司的天然气业务或设备无关 公司称 电力工作人员将在安全的情况下进入地区 评估输配电线路 电线杆和设备的损坏情况 并尽快为受影响的客户恢复服务 目前期货原因尚不清楚 两名前纽约市消防局的高级官员 今天被联邦检察官起诉 两人涉嫌行贿 一加快消防安全审查 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萨卡维诺和科达斯科因贿赂 腐败和虚假陈述罪名而被捕 两人被控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索取和收受贿赂 据起诉书称 两人在管理防火部门期间 收受超过19万元的贿赂 该部门负责规范整个纽约市消防安全和灭火系统的安装 并确保遵守消防安全法规 起诉书指出 两人与一名退休消防员合作 为企业提供流程协助 并滥用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 逮捕行动发生之际 针对市长亚当斯及其高级副手的多项联邦调查仍在进行 其中一项调查似乎至少部分集中于政府 是否加快了土耳其领事馆的消防安全检查 以换取非法捐款 威廉斯拒绝透露案件是否与其他调查有关 但就强调他的办公室正在继续追踪任何腐败行为 飞机制造商波音的大规模罢工今天进入第四天 为了应对罢工及保留现金 波音宣布将会全面消减成本 包括冻结招聘以及暂停非必要的员工旅行 波音工厂主要位于西雅图地区的工人自上周五展开罢工 此前他们已压倒性多数拒绝了临时劳工协议 导致波音大部分飞机生产停止 为应对罢工 财务长维斯特周一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 公司将大幅血减支出 并停止7737 MAX、767和777客机的大部分采购订单 维斯特表示 公司正努力达成一项新合约协议 以反映员工的意见并使运营能够恢复 然而 公司业务正处于困难时期 罢工严重违及业务复苏 因此必须采取必要行动来保留现金 维斯特补充说 波音不会血减安全 品质和直接客户支援工作的资金 维斯特上周五在摩根市丹利的会议上已表示 罢工的财务影响将取决于罢工持续的时间 但公司的重点是节省现金 指公司新任执行长奥特伯格 希望尽快回到谈判桌以达成新协议 目前公司和工会的代表定于周二与联邦调节员会面 全美电视界年度选事第76届爱美奖 昨天在洛杉矶举行了颁奖典礼 绝望携手Hex 雄家餐厅The Beer 以及幕府将军Show Gun 成为今年的主要赢家 HBO推出的《绝望写手》不仅斩获喜剧类最佳剧集 最佳编剧两大奖项 真、司马特还收获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他第三次凭借《绝望写手》加冕喜剧类最佳女主角桂冠 杰瑞米·艾伦怀特以美国FX重头戏雄家餐厅蝉联 喜剧类最佳男主角 克里斯多福、斯托勒凭借该剧后班喜剧类最佳导演奖 喜剧类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嘉宾演员、最佳女嘉宾演员等奖项 也被雄家餐厅收入囊中 同为美国FX推出的幕府将军则称霸本届黄金时段爱美奖剧情类角逐 包办最佳影集、最佳导演等奖项 日益演员甄田广之和则景信奈分别以剧中获得剧情类最佳男主角与最佳女主角奖 串流媒体剧头Netflix在本届黄金时段爱美奖限定剧类较量中脱颖而出 旗下迅怒宝贝收获限定剧类最佳剧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编剧奖 雷普利·Ripley收获最佳导演奖 另一流媒体平台Hulu推出的蔡米女士Quiz Lady 则后颁最佳电视电影奖 黄金时段爱美奖由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办 被视为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 第七十六届得奖者选自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间 在全美电视黄金时段播出的剧集和节目 作为打击无证移民和跨境犯罪行动的一个部分 德国周一展开对所有陆地边界实施管制 并且在与五个西欧国家的边境进行随经检查 从周一开始 除了与奥地利、瑞士、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的现有边境管制外 德国还将与法国、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丹麦实施内部边境管制 新规定初步实施6个月 德国内政部的声明称 柏林将有权拒绝所有陆地边界的入境者 当局于上周宣布扩大边境管制 内政部长费色表示 德国正在通过具体行动加强内部安全 继续对无证移民采取强硬立场 并指此局旨在保护德国公民免受伊斯兰恐怖主义 以及严重跨境犯罪的危险 作为深耕地区的一部分 德国此举受到邻国的批评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 波兰无法接受在陆地边界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并补充说华沙将要求与所有受影响的国家进行紧急谈判 希腊和奥地利都警告称 他们不会接受被德国拒绝的无证移民 根据欧盟规定 如果公共政策或内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成员国有能力在内部边境暂时恢复边境管制 然而 这必须作为最后的手段来应用 葡萄牙中部和北部地区发生了至少15起烟火 当地政府周一已经要求欧盟派遣更多消防飞机 前往当地以协助扑灭大火 葡萄牙官员表示 全国各地共有近1600名消防员被部署到20个不同地区参与救火 其中超过800名被部署到西北部的阿威罗区 该地区发生了数长火灾 包括旧阿尔贝加里亚镇郊区在内 市长洛雷罗表示 大火在该镇的工业和住宅区肆虐 有至少4栋房屋被烧毁 另外20栋房屋受到威胁 当地警方已关闭了来往里斯本和波尔图之间的一段主要高速公路 并疏散了几个村庄 同时在受影响地区部署了八架水弹轰炸机 葡萄牙政府已根据名为Rescue的民事保护机制 要求欧盟再增派八架水弹轰炸机 内政部发言人向路透射透露 其中4架分别来自西班牙及法国 并于傍晚时份抵达 国家紧急和民房指挥官费尔南德斯表示 由于一年中异常干燥的天气和高达每小时43英里的阵风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恶劣 他计划在整个葡萄牙大陆维持特别红色警戒状态 风暴鲍里斯横扫中东欧地区并且带来了一个多月的降雨量 是中东欧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 而暴雨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 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 中东欧多国包括波兰 捷克共和国 罗马尼亚 和奥地利等地都遭受了极端降雨的袭击 其中波兰西南部大片地区遭连日降雨摧毁 当地官员证实 洪水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召开紧急政府会议后 宣布洪水地区进入自然灾害状态 以促进疏散和救援行动 同时加快对灾民的财政支持 在捷克共和国 当局已宣布东北部两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耶塞尼克山脉 当地多个城镇被洪水淹没 数千人被逼疏散 目前仍有数名居民失踪 另在暖气场被关闭后 数千名居民没有热水和电力供应 洪水也导致罗马尼亚6人死亡 数百人被困 奥地利也有一人死亡 风暴暴里斯接下来可能会影响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其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市长卡拉桑尼已向居民发出洪水警告 并表示将计划使用100万个沙袋来加强防洪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则已取消外交活动 强调在最坏情况过去前 他将留守国家 另外超强飓风被毙加当地时间周一上午7点30分 在上海的浦东沿海登陆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4级 是自1949年后袭击上海的最强飓风 而飓风登陆前后在江浙湖出现了强风雨 导致航班全速缺销 高速公路封闭 自15日晚上开始 上海浦东 红桥两大机场停飞数百架次航班 周一上午 部分的铁线全线停止运作 部分高架路线暂停运行 上海市的对江轮渡 浦江游览等所有水路客运航线 也于15日晚间实施起至16日全部停航 室内公共运输服务也曾暂停 大部分餐厅超市及商店也闭门歇夜 上海迪士尼乐园 景江乐园和上海野生动物园等景区 因台风影响而暂时关闭 上海市防训指挥部表示 已收到近白旗与飓风有关的道路 和建筑物事故报告 其中大部分是屋顶先翻 高楼墙面受损 大树折断及广告排飞坠 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 被毕加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于周一上午90减弱为台风级 并于时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根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显示 1949年至2023年之间 仅有10个台风登陆上海 且登陆上海时多数位强烈热带风暴击 强烈台风级的台风通常在中国南部地区登陆 在上周破坏力极大的摩羯就侵袭了海南岛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一公布了2024财年市长管理报告 报告评估了上一财年市府各个部门的绩效 报告显示市内公共安全住房可负担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在公共安全方面 重大重罪犯罪整体数量再次下降 其中谋杀案下降15% 枪击案下降18% 市警也继续提高执法水平 相关逮捕量增加10% 可负担方面 申请儿童保育补贴的家庭数量增加25% 就业率也创下历史新高 至于在住房 经济适用房开工总数增加4% 达到于25000套 另在生活品质上 除了全美最大的有机废弃物计划外 市府智能堆肥使用率及电动车车队数量也有所上升 亚当斯表示 报告表明 本届政府在推动安全性和可负担性方面有了重大改进 强调当局正在全速推进举措 以为纽约人实现一个更安全及更宜居的城市 纽约市府多名官员近日被联邦调查局FBI调查 继市警局长卡班辞职之后 市长亚当斯的首席法律顾问佐恩伯格也在日前突然宣布请辞 佐恩伯格在此职性警协道 认为自己无法再升任这个职位 因此提出请辞 亚当斯对此发表声明 感谢佐恩伯格13个月的任期内所做的贡献 并表示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不会期望任何人一直任职 祝福他在未来的事业中一切顺利 关于佐恩伯格离职的原因 亚当斯在周日的非议游行活动时拒绝回应 称当中涉及私人谈话 市府发言人表示 佐恩伯格的辞职立即生效 而佐恩伯格团队的其他资深成员将确保办公继续顺利运作 新的首席法律顾问任命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出炉 佐恩伯格曾担任南区联邦检察官刑事部门主管 作为首席法律顾问 佐恩伯格职责包括就关键政策和法律问题向市长提供建议 并监管近十几个机构 在本月初两名副市长被搜查的新闻爆出后 佐恩伯格曾发布声明 称亚当斯没有涉入本次事件 纽约市公车摄影机执法从周一起再扩大十条路线 对违规占用公车专用到停车或者是双排停车的行为进行抓拍 根据大都会运输署MTA公布的计划 在车载相机启动前60天内 被拍到的违规车辆将收到警告信 但占不处罚 60日缓冲期过后再被拍到占用公车道停车或双排停车的车辆将被罚款 首次违规罚款50元 再犯者罚款升至250元 此外 另一批十条路线将从30日起执法 届时共将有超过1000辆公交车安装抓拍设备 范围涵盖全部5个行政区 MTA表示 对于临时停靠的车辆将设定一定程度的宽限 若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位置 连续被两辆或以上公车拍到及构成处罚条件 此外 交通部门也将在所有启动抓拍执法的路口增设警示牌 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布鲁伦萨特大道地铁站在周日发生了枪击案件 两名远警向一名涉嫌逃票的男子连开了多枪 造成一名远警逃票嫌犯与两名路人重担受伤 事发在周日下午3点左右 两名警员在布鲁伦萨特大道地铁站发现37岁的米克斯逃票进站 警员立即跟随并要求他停下接受检查 带米克斯拒绝并对警员发出威胁 米克斯随后冲入一列开往曼哈顿的L车 根据当局的执法记录片段 警方在米克斯多次挑衅下 尝试使用电枪制服他 但未能成功 最后米克斯返回月台后 迟到逼近其中一名警员 两名警员因而连开多枪还击 警方表示 事件造成4人受伤 包括一名警员和两名徒人 米克斯也身重多伤 其中一名49岁男性徒人头部中枪 情况危急 其余三人情况稳定 市警总巡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两名警员是事件中唯一开枪的人 伤及他人属于误伤 市长亚当斯强调 迟到男子有20次被捕记录 是职业罪犯 必须严厉处置 加州顺伯纳丁诺县的一场大规模山火 现火仍在肆虐当中 情况是越来越严峻 纵火嫌犯目前已被正式起诉 根据加州消防局的最新消息 这场大火的燃烧面积已经扩大到超过37000英亩 而目前的控制率仅为18% 消防员们正在全力控制火势 但火势依然凶猛 威胁着周边的居民和基础设施 受火灾影响的多个社区已经被迫疏散 大火已经造成至少十多人受伤 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参与灭火行动的消防员 当地的救援队伍正在持续投入 以应对这场灾难 上周五 一名叫贾斯汀 哈尔斯滕伯格的嫌疑人被正式指控 他被指在9月5日故意点燃了这场火灾 当天火势迅速蔓延 导致了这场大火的爆发 此外 当局还指出 哈尔斯滕伯格当天还企图在其他地区点燃另外两场火灾 索性被及时发现和控制 这位34岁的嫌疑人目前面临9项重罪指控 包含纵火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指控 他已被当局逮捕 并且不允许保释 将等待进一步的法律审判程序 另一方面 加州境内的最大野火 桥梁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5万4千英亩的土地 目前连居民的饮用水也已经受到影响 加州赖特伍德的居民接到通知 由于一场迅速蔓延的大规模野火 暂时不得使用自来水 这场名为桥梁大火 Bridge Fire 被野火已经对当地的水源造成了潜在威胁 这场野火的控制率仅为11% 消防员们仍在全力铺就中 根据最新的数据 桥梁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5万4千英亩的土地 横跨洛杉矶县和圣伯纳丁诺县 成为目前加州境内最大的活跃火灾 由于担心火灾烟雾和其他污染物 可能已经进入当地的水系统 官员呼吁赖特伍德的居民 避免使用自来水 这些限制不仅仅包括饮用水 还涵盖洗澡、烹饪等日常活动 因为受污染的水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除了自来水的使用限制 当局已经对赖特伍德地区 发布了强制撤离命令 要求当地居民立刻撤离 以保证安全 消防员和应急人员 正在持续进行救援工作 并密切监控伙势的进展 苹果股价周一下跌了近三个百分点 引发科技股的抛售 主要是因为此前多位分析师表示 新款iPhone 16 Pro机型的交货时间 显示新机型需求弱于预期 苹果上周发布了备受期待的iPhone 16系列 该系列是围绕其人工智能软件 Apple Intelligence设计的 美银研究部的早期预定数据显示 截至周一 iPhone 16 Pro机型的全球发货时间 与去年的15 Pro机型相比 有所缩短 数据显示 iPhone 16 Pro的平均发货时间 目前为14天 低于去年iPhone 15 Pro的24天 而iPhone 16 Pro Max的发货时间为19天 去年为32天 天峰国际证券 苹果分析师郭明基也表示 关键因素是iPhone 16 Pro系列的需求 低于预期 因为主要卖点 Apple Intelligence并未与iPhone 16 同时发布 郭明基指出 iPhone 16 Pro首周预购销量年减27% 而Pro Max则年减16% 这两款旗舰机型的皮软表现 直接导致了整体销量的下滑 高盛和花旗集团已将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4.7% 此前中国8月份的工业产出降到5个月的低点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促使全球券商下调 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低于政府设定的5%左右的目标 高盛此前预计 中国经济全年增长率为4.9% 而花旗集团的预测为4.8% 另外 摩根士丹利也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 从4.8%调降至4.6% 同时将中国明年增长预测 从4.5%下调至4.2% 8月份疲弱的经济活动 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缓慢的关注 并凸显出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 体振需求的必要性 中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数据显示 8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 增速是3月份以来的最低增速 另外 零售销售8月份增长2.1% 也低于预期的增长2.5% 请问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美股 主要股指的收盘讯息 今天主要股指收盘是涨跌物件的 导致收盘涨了228点收报在41,622点 纳斯达克中核指数跌91点收报在17,592点 标普白指数收盘涨7点收报在5,633点 纽约旗油收市报呢 今天收盘是涨了1.9美元 收报在每桶70.55美元 至于金价呢 今天收盘是跌了0.40美元 收报在每盎司量1610.30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9月16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文威廉 希望最后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与气温 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